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王鹏 现在是阿里巴巴在西北达区的一个架构师 上一份工作跟楚爷是同事 今天跟大家一块分享的话题叫 《云渊生开启无尽的算议》 主要我给大家介绍一下ServiceMatch和Service 代表了两个项目的一个简单的形状 我们看到左边这张图是KT写的那本著名的书叫《失控》 这本书应该有很多朋友们都看过 KT这本书是20年前写的 在这本书里面写了很多关于未来的互联网会出现的一些形态 在当时看来可能有一些想象比较大的 但是在今天我们看来在《失控》这本书里面的很多的预测 或者有描述的现象很快的将会变为现实 所以KT也被称之为互联网教授可能各种各样的态度都会用 这本书里面有一句著名的话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说 任何集中的系统都会流向死亡 只有渠风拼化的系统才能够长久的生存下去 右边这张图片 我估计大家应该有很多人都看过这个电影吧 《海克力博》吧 这个图片是最后的时候 你有设计师或者加工师和老头一块对话的一个产品 这个图片是想说一件事 首先大家能看到这个系统也是一个非常牛逼的 非常强大的分布系统 用了非常多的计算资源 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任何一个分布式系统的背后 都有一个集中式的目标 为什么来说这件事情呢 因为我这几年在深圳西安之间跑得比较多 看到了一个情况让我比较担忧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西安的互联网行业 和一线同事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 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在点头 大家可能有这种感受 其实这个事情呢 可能跟我们在座的各位 包括跟我们的同行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它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职业的发展 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为什么来说分布式系统背后有一个集中式的目标呢 是想告诉大家 我们可能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 除了写好我们的代码 做好我们的架构以外 要有更多的思考 要考虑一下我们所创造出来的系统 它的背后的业务价值是什么 换句话说 我们这个屋子里面的人 在未来几年 能不能出现更多的思想领袖 能不能创造一些 数十亿上百亿的这样的大型的企业 这个是阿里巴巴走到西北来想看到想做到的事情 那么接下来来讲一下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主题 就是我们每一个公司的业务帮都会有 对于IT都有这么几个诉求 我一般称之为多牌导手 简单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新业务能够迅速的上线 这个新业务包括两种 第一种是说我们可能新建了一个系统的全新的一个业务 这是一种 第二种是我们以一个既有的系统 在上面迭代出来新的功能 这是另外一种 而且从我们的行业来看 可能第二种站的比例会更高一些 而且第二种也正是我们所说的 比如说我们的微服务各种各样的一些先进的技术 所能够支撑这样的一个场景 第一种的话 比如说我可能简简单单做下去就好了 我没有必要去用一个很复杂的技术上实现一个很简单的功能 第二个就是我们系统的一个稳定的运行 我们今天讲的是云原生 云原生技术本身 我们先解释一下云原生它是干什么 它是一种方法 这个方法它是为了去最大化的发挥云计算的能力 和它所带来的好处的 那我们基于云上属鼠的这个环境呢 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是 包括我根据我以前的这个工作 以往的经历相对比能看到的是 云上的这个系统 至少从主机从数据库这些层面上来讲 包括存储这个层面上来讲 要比我们在IDC里面的系统稳定得多 大家虽然也能看到可能 过一段时间 然后报了个新闻说 什么阿里云出了什么问题 对吧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 报了个新闻说 AWS又丢出去了 对吧 再过一段时间 又可能出现这样的那样的问题 但是呢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 就是基于IDC的这个方式去构建的系统 在以前的时候 我们基于IDC的这个环境去构建系统的时候 可能对于有一些环境来讲 每一个年度里面出现当机几次 可能是还挺常见的一个事情 第三个就是支撑我们的业务管理所长 这一块主要指的是说 我们现在在云原生的技术底下 可以迅速地去扩大我们的业务部署 当然这个也是依赖于我们系统的维俗架构 也要依赖于我们这个无服务的这样 无状态的一个开发的要求 第三个就是经济的IT成合 那么这里边呢 一方面涉及到云气酸 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框架 就是Servilis Servilis这个框架 可能是能够真正实现 我们以前在云计算出生的时候 所说的 能够像用水用电一样 去使用计算资源的这样一个初心 因为我们用Servilis架构的话 我只需要去为我所开销的 那一部分计算资源付费 那么 右边这张图呢 是Pittal 对于Globic的一个定义的图片 当然这个定义呢 其实它是一直在发展的 就是可能后面 因为本身云源生是为了去最大程度的 发挥这个云计算的一个作用 可能这张图随着技术的发展 会有新的内容加进来 那么里面目前 最早出生的时候 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呢就是微服务 第二个呢是容器化 第三个呢是持续交付 以及DevOps 我们先讲一下 我们刚才提到的Servilis Mesh 那么以前我的有几个朋友 也是我们先的朋友 然后经常会问我 在KBIS上能不能运行Screen Cloud的全家图 这个问题是我改过的 我不希望我这个朋友 你把我拿你的话 拿起来给大家讲 问题是我改过的 但是不是一个人问过我 类似于这样的问题 那么首先来回答这个答案 大家看到我昨天那张图 能够清楚的 其实可以清楚的告诉我们 Servilis Mesh 可以运行在KBIS上 但是他们可能要做一些调整 那么Servilis Cloud 那么Servilis Cloud 运行在KBIS上 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其实更多的要解决的是 KBIS和Servilis Cloud Servilis Cloud 纯叠的那部分功能 右边这张图是我们在做 微服务架构的时候 所要关心的一些问题 那么Servilis Cloud 其实在前面这段时间的发展过程中 前几年的时候也有很多的 微服务系统是基于Servilis Cloud 去构建的 但是这几年的大型的微服务的系统 都会逐渐向KBIS这个框架去靠着 因为它比Servilis Cloud 更适合去运行一个大规模的 一个微服务架构的一个系统 那么在这个条件下 KBIS本身存在一些缺陷或者足足的地方 它在一些方面的能力上 还存在一些缺陷 所以呢 后来出现了Servilis Mesh这样一个架构 那么在Servilis Mesh发展的过程中 比如说最早的时候出现过Enjoy 出现过Linker 还出现过很多一些其他的 Servilis Mesh的一些架构 最近几年的Essue这个架构 基本上已经看起来 占了我们Servilis Mesh架构的一个 大半递的一个枪杀了 那这个Essue这个架构呢 里面它提供了四个主要的功能 一个功能是Connect 第二个功能是Secure 然后后面是Ctrl 还有Averse 这四个功能是做什么呢 它其实大部分都是基于网络层的 第一个功能它主要是实现了 服务的访问连接的这样一个功能 它跟PBS相比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呢 我们都知道PBS的话 我们要访问后面的套子 实际上是可以通过前面的Servilis 去做一个代理的吧 但是呢 如果我们要实现多版本应用的时候 这个时候PBS的支持是不够的 那么Essue本身呢 在它的Servilis底下是可以去挂多版本的 那么基于这个技术呢 我们很容易的实现去 可以实现多版本的应用 包括灰度发布等等这样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呢 对于我们想要实现的 比如说不停机的部署等等 都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第二个呢 是安全的 安全这一块呢 对于原生的PBS来讲呢 基本上是没有进行能力的 那么Essue呢 它通过Servilis模式 可以去控制每个炮的流量 把每个炮的流量全部都结束过来 通过Servilis模式的方式呢 去做转发 去给它做代理 那么天然的呢 这个Essue就可以去控制每一个访问 那么实际上它通过了一个CA的方式呢 保证每一次服务被调用 或者服务之间调用的时候呢 是安全的 那么其实在2019年3月的那次技术雷达峰会上 技术雷达是TW每年都会发布两次的一个技术的洞察吧 已经把Essue呢 作为它的一个提倡的一个技术架构之一了 包括我们后面要讲到Kinitiv 在今年上半年的这个技术雷达里面呢 也都是提到的 那么现在除了Essue本身提供的安全的功能以外 已经有很多的这个第三方的一些开源的这个框架 能够去支持Essue的安全这一块的功能了 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查一下最新一期的这个技术雷达的一个报告 里面已经有一些关于Essue安全方面的一些方法 或者一些组件 第三个呢就是控制 我们知道Kinitiv S另外一个比较大的缺陷呢 就是它在服务的这个熔断线流方面呢 其实是需要先前性的这样一个部组的 那么Essue呢也是通过它对于流量的劫持呢 来完成这样一件事情 最后一件事呢就是对于微服务的这个监控 对于微服务的一个追踪 我们知道这个在一个分布式的系统里面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需要做的一件事呢 就是能够定位我现在的服务在哪里 走到哪一条走到哪一个服务等等这样一个功能 在Kinitiv S的时候呢它对于这个服务的监控这一块呢 也是有的但是呢做的比较薄弱 所以现在Essue呢可以提供这四块比较完整的功能 那么本身不管是Kinitiv S也好还是Essue也好 它也还不是一个足够完整的一个东西 那么很多大厂呢都会在Essue上 再去做自己的定制化的开发 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腾讯 那么原本Essue这个东西呢是下接在 或者说它是生长在Kinitiv S之上的 但是腾讯呢觉得说我为什么这个ServiceMesh 一定要部署在这个Kinitiv S上呢 我能不能直接把ServiceMesh这个框架 我能够部署在我的偶尽服务器上 或者我的虚极上面去 所以他们对于ServiceMesh的改造呢 就是把它和Kinitiv S做结合 让它能够部署到这个一个普通的事情上来去 那么阿里呢在这方面改造呢是用这个 蚂蚁有一个SuperMesh 也是做服务网关的 大家可能有人会听说过 然后蚂蚁对这个东西的改造呢 第一个呢比如说可能会通过购语源去存起Moa的那一层 目的为什么呢 因为在Ishu刚刚生出来的时候 它的效率其实是有很大问题的 在它的1.0之前那段时间呢 其实它是没有办法去满足商用的需求的 但是这个技术呢提出来之后确实非常非常好 所以呢很多大厂部都对它做了改造 这是Ishu的一些基本的情况 那么这张图面大家能看到的是 左边这张图呢是没有在Ishu的框架里面部署的一张图片 右边这张图呢是在Ishu的框架里面部署的一张图片 大家可以可能不拍照啊 其实我的所有的内容都是通过它们的官网上找下来的 大家可以去找Ishu的官网 找tinity的官网就好了 然后这里面大家能看到紫色这个框架 就右边以MOS所连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它的set卡 那么在service match的情况底下呢 所有的流量都会通过set卡去做代理 那么在这个情况底下大家可以看到 右边上面java的这一部分呢指的是 它的一个服务有三个不同的版本 那么Ishu呢可以根据它的访问测所 带过来的信息去把它分布到不同的版本之上 这是Ishu的service本身具备的一个功能 但是如果我们用的是一个原生的PBS的话 就像左边这张图里面呢 它其实PBS的service不具备这样的功能 你就得自己去控制它 可能要写一段代码或者什么之类的 去让它访问到不同的一个应用程序里面去 那这张图里面还有一个是KBS对比Spring Cloud的一个优势 就是说Spring Cloud大家知道它是基于java 只能用java成语言去写 那么如果Spring Cloud要实现多语言的话呢 它要去加period后 对吧 但是呢这样会出现一个结果就是它的架构非常的不优雅 本来Spring Cloud呢 自己原生的那一套Spring Cloud全家桶 看起来非常非常优雅的 你加了一个东西出来之后呢 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变形 但是KBS呢本身底下的所有的POD 对吧 我再加上Service Mesh之后 我所有的POD里面 我不关心你是用什么语言实现的 我只关心你的应用能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功能 这个是 这个Sidecar模式呢 能够给ESU带来的一些变化 给Service Mesh带来的一些变化 那么这张图呢是ESU本身的一个架构图 大家能看到 最上面的是它的一个POD 一个POD里面的这个两个Service 然后从Proxy底下连的这一块地方叫Maxer 然后这个Maxer呢是处理所有的 这个代理被访问的请求的 所有的访问者都会上报给Maxer 然后这个Maxer呢 左右两边有两个Adapter 然后这两个Adapter呢 会去处理这里面所有的这样的 请求连接的一些情况 但是它不是处理业务啊 它只是处理这个 跟访问连接本身相关的一些流量啊 安全啊等等这样一个问题 那底下的这三块呢 Pilot是负责来分发 管理这个进入ESU的这个Service Mesh 网格的流量啊 比如流量的策略啊等等 都是通过Pilot这个组件来控制 那Gala呢它是做这个 呃 它是做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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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它是做这个 呃 这个这个 呃 这个 呃 做飞机之前呢 我们可能通过这个 这个手机APP或者其他的方法 可以回去站坐 对吧 那么站坐 首先呢 大家能够看出来 左边这一块进来之后呢 有一个ingress 那么这个ingress呢 就是 呃 在KBIS架构底下呢 它设计的一个 从外部访问服务 从外部访问服务的一个入口 那从这个入口进来之后呢 会到 Service Mesh的这个 这个 这样两个代理的 左边这个代理的节点上来 那么 当它把站坐这个制程做完了之后呢 它通过Proxy 这个 比如说我们要再调一个 通知的服务 对吧 那么它会通过 Sitecar的方式呢 去调用这个服务 那么在没有这个Service Mesh的时候呢 是Service A直接去调用Service B 那么这样的情况底下 相当于这个服务在裸门呢 它是所有的防护啊等等 管理的东西全部都没有 那么最后呢 比如说 它要去做这个通知的话 可能我要去调一个 短信的几个接口 那么当你要去 从这个Service Mesh里面 出去的时候呢 要去调一个ingress 通过ingress 这样一个Proxy 再把它调你出去 这是它 这个Service Mesh 框架底下的一个 流量的一个流感方式 那么刚才那块呢 主要是我们讲的Service Mesh 一些主要的情况 底下呢 我们简单说一下 Service的一个简单的情况 就是 今天呢 我们的数据 是一个爆炸风长的一个时代 那么可能5G马上呢 也开始上用了 对吧 大家知道 呃 现在这个自动驾驶 这个技术呢 非常很厚 虽然呢 离这个上路啊等等 可能 还有一段时间 但是呢 自动驾驶每一天的数据上下来呢 可能有好几个T的数据 对吧 那么对于今天的我们能够处理的 数据的能力来讲呢 其实 假设你看 全世界那么多的车 都在路上 采用自动驾驶的方式去跑的话 采用的数据来讲 对于我们今天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那所以 我们最初的时候 我们讲过对吧 我们云计算呢 是希望说 能够 像水 像电一样的 去使用我们的资源 那么今天其实 我们一直在创造节约对吧 水啊 电啊等等 这些资源都已经非常宝贵 那么其实 有可能有一天的时候 计算资源也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的资源总是有限的 对吧 比如说西图对吧 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资源 那它能支持多大的算力呢 毕竟 我们不太清楚 但是它总是有限的 那所以 这一块呢 就提到我们刚才 开始的时候讲的Service 这样的架构 那么 我跟有一些同事 在探讨Service的时候呢 有同事 提到Service呢 可能更多的是一个 面向未来的一个架构构 那么其实在今天呢 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公司 在使用Service了 那么 它的场景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可能 使用了这个服务之后 然后我使用的时间比较短 我使用了时间 使用完了之后呢 我这个服务呢 就可以通掉了 然后不用再去管它了 然后第二天呢 或者是下个礼拜呢 我可能再会去使用它 这是一个点点的场景 那么Service 这个架构呢 在这个AWS上 比如说 AWS有Lambda 对吧 然后 在其他的云上呢 有很多的这个Function 等等这样的一些技术 都能够去支持Service 这样的一个架构 但是各家与平台上的这个架构 存在一个问题 也是使用这个服务的时候 的这个公司所担忧的 就是各家的Service的这个技术 多少都会有一些 与自己的平台绑定的趋势 这个呢 也就是K-Media 诞生的一个架构所在 那么K-Native 这个单词呢 这个单词呢 是一个希腊语 它的意思呢 是暗角 然后 底下呢 是代表K-Native 主要做的两件事情 一件呢 是Service 一件呢 是Eventing 在K-Native 最早设计的时候呢 它还有一个职责 是Building 在前一段时间呢 一方面是 这个谷歌觉得说 Building这件事儿 跟Service 本身不应该绑在一起 Building的时候呢 它主要是去构建表 去打一个 这个Double的镜像出来 这个跟Service很深的 没有特别强的关系 另外一个呢 就是 有另外一个非常强大的 比这个 它的Building强的一个组件出世了 然后呢 导致可能它的这个 这个生存空间受到了挤压 所以在K-Native里面呢 就把这块给去掉了 那么现在K-Native里面呢 主要就是一个是Service 一个是Eventing Service呢 其实就是说 简单的解释一下 它可以基于我们 打好的一个Double的通向 然后去做弹性化的部署 最多呢 可能可以按照你所在的 这个云平台的这个能力呢 去做这个弹性的 比如说弹起来 最少呢 它可以缩到0 不像我们一般的业务 这个系统呢 可能我们都会考虑说 我做一个最强化的部署 至少我的服务得活着 对吧 我有一个入口 但是它可以缩到0 这是Service 它的一个Service 这一块的一个 简单来讲 它的一个功能 然后Eventing呢 它主要是 因为大家都知道Service 比如说Lambda 或者Function等等 它有个触发机制 对吧 它是靠事件去触发的 那么K-Native呢 它提供了很多的Eventing 一个Function 比如说我是定时的 或者我是通过一些 消息队列 然后上报上来的一些消息的 或者我是通过一个HTTP的请求 等等多种多样的 一个非常丰富的方式 那么其实今天的K-Native这一块呢 在阿里云上的情况是还在测试阶段 因为K-Native本身 说实话这两个功能 看起来呢 稍显薄弱 如果跟前面我们讲到的Service Match 跟前面讲到的Service Match 跟Essue相比起来呢 这两个功能还是烧起来有些脱落的 那么 因为它这个可能实现的难度 没有Essue那么高 所以现在在整个行业里面 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Service的一些架构 大家有兴趣的 可以在网上找一找 但是呢 K-Native这个技术呢 已经各个大厂都在去研究它 可能会成为后续的 跟平台捷傲的一个Service技术的一个方向 然后这个呢 K-Native能够提供的一些特效 第一个呢 它可以通过非常多的方式去触发它 这刚才我们也讲过了 第二个呢 就是原生的K-Native呢 它是基于Communities和Essue的 在这两个平台之上 所以呢 正是因为它是基于K-Vice的 所以它有第三个特性 就是K-Native呢 它可以在多元的环境下去互负 那么提到多元互负这个事情呢 我们可以多说两个地方 今天的应用呢 我们已经基本上都朝着计算和存储分离的方向去发展 那么如果我们一个应用只有计算没有存储的话 我们用多元的环境其实是非常适合的 或者说对于我们应用本身的影响非常小的 包括对于我们的运维来讲 因为我只有这个计算 我只要把镜像推到这个平台上去 它就能够很好的去帮我做这个事情 但是加上存储之后这个事情就变了 是吧 如果要用多元的环境的话 那你就得考虑到多元之间的存储的这样一个读取的效率 包括多元之间网络还能打分的这样一个工作 当然今天呢 其实不管是国内的AWS 还是国内的阿里巴巴 还是腾讯员 包括华为员 从这个道义上来讲 或者从法律上来讲 他们都不能阻止客户去把客户在云端的资源拉通 就是必须能够支持客户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虽然能够支持 但是呢 毕竟你的这个存储是放在两个不同的机房 所以计算起来的话 依然是会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多元的架构呢 看起来很美丽 但是使用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啊 就我们西安呢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比较大的互联网公司 在他们的这个系统架构里面呢 可能很少看到多元的这样一个架构 但是这个里面呢 并不是说他们只使用了一家云章商的这个资源 因为这里面呢 比如说我的这个计算资源 我的存储资源等等 这些东西呢 我可能是要去考虑的 但是比如说CBN 对吧 我要去做这样一些事情的时候 那我其实并不care 我用的是哪一家的 我哪一家都可以用 对吧 包括比如说我要去防DDOS的时候 对吧 或者是我做一些这个外围的安全防护的时候 那这个呢 其实跟这个厂家本身呢 并没有太大关系 或者说你使用各家的产品 你只需要去看它的产品特性就好 跟架构本身呢 关系不是特别的大 所以大家如果后面有考虑这个多元商业的时候呢 一定要去就是 在计算存储这部分呢 要去多注意一下 如果是独立系统 那你就所谓的 其实就不存在说 独立融还是这个单元的问题了 对吧 你可以认为它其实是一个单元的架构 那么这个是Keynative和Essue的一个结构的一个关系 都在官网上 都在官网上 然后 大家能看到 Keynative这块呢 它是基于Keypa S的 然后但是呢 它也是可以通过Service Mesh 去把它的这个能力和服务呢 提供给外部的 那么Essue呢 本身它是在网络层的一个东西 所以呢 它是比客户访问层 最近的一个问题 在最上边 这是整个Keynative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Talk is cheap Show me the code 我今天还没办法给大家说code 但是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如果我们要去做这个 呃 云元生的部署 对吧 我们要去用容器化的时候呢 简单的一个学习的路径 因为我在 因为我们服务的这个 这个鲜的 企业非常非常多 我发现我们鲜 其实在这个 云元生这一方面 其实普及率还挺低的 然后可能有 有很多朋友说 我想用这个Keypa S 或者什么之类的 但是真正动手的少了 让它把它用作这个商用系统的呢 更少了 那如果我们想要去这个 用云元生的一个架构呢 我个人觉得就是 你今天的话 你肯定不会是说单独用Dopper去搞 搞定这样一件事情 对吧 你至少要用到 比如说你的系统比较简单的话 你可能要用到Keypa Keypa Keypa S这个级别上去 那么其实Dopper这一方面 大家就是可以广泛的了解一下 但是重点一个 重点一个呢 就是Dopper fail这个呢 大家一定要去仔细研究的一个工具 那么Keypa Kubernetes里面 所有的这个特性呢 建议大家都是 就是通评的去看一下 因为 不管是我们提到的issue 还是Keypa 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 service mesh和service的框架 都是基于Keypa Kubernetes 而且它们本身的出现了 也是为了解决Keypa Kubernetes的一些缺陷 所以Keypa Kubernetes本身自己的所有的这个特性呢 建议大家都去了解一下 那里面有两个 一个service 一个是监控 那么这两块呢 建议大家是结合service mesh的一块去看 因为 我们刚才提到了 这个Keypa Kubernetes提供的service呢 它是 没有办法去做多版本的管理的 但是Eachio呢 可以做到这一点 所以这一块 大家如果要去 这个 用的时候呢 一定要结合去看 就避免了 我 通过 本来Eachio能够帮我解决的问题 我在Keypa Kubernetes上面 放了很大的精力去处理它 这个没有必要 另外一个监控这一块呢 呃 其实如果大家选择用service mesh的话 直接去用service mesh的 服务监控的东西就好了 这一块呢 在Keypa Kubernetes上面 我个人认为 可以直接跳过 Keypa Kubernetes那块 你都可以不用去看了 然后Eachio这一块呢 其实刚才 呃 也看了 我个人认为 就它那几大块 然后用起来应该还好 如果你的Keypa Kubernetes功力 比较深厚的话 Eachio呢 是比较容易上手的 然后Keypa Kubernetes这一个呢 呃 说实话如果没有需要的话 我不建议大家去去看 一方面的Keypa Kubernetes这一块呢 目前来讲的 还不是特别乘处 各个大厂呢 其实还在 对它去做一些研究 然后去看看它中间 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如果没有需要的话 建议大家可以不用去管它 这是我们讲的这一块 一个简单的一个路径 前几天的时候 然后朋友圈里面有一句 当然这个是一个事实啊 就是说 呃 技术不能解决人的效率问题 和组织的行送问题 啊 但是原来那句话呢 就是技术不能解决这个 这个论断呢 我个人是 稍微有点分散啊 我那 我是认为说 你不能依赖于技术去解决这个问题 啊 但是呢 技术可以从一定程度上 去帮你解决这样的一些事了 但是不是全部 也不是根本的 那我们今天呢 我是觉得 对于我们的一个企业来讲呢 一定要去考虑解决你的人的效率问题 和组织的协作问题 而我在西安看到很多的公司 不是一家公司 然后 对 协作上面 包括他们的运作模式上面 都还是采用 比较传统的一些方式 就是 可能这个 team leader 然后整了一个任务 然后这个任务呢 把你做A 你做B 然后就下去了 然后这个模式呢 其实效率是比较低的 然后呢 呃 我这提了两个建议 一个呢就是因为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云原生的技术 对吧 其实云原生的 比如说Cubernetes啊 等等的这些块 跟这个运维工作 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些关系的 所以如果有一条件的话呢 我是建议 企业有专门的人去负责这种计划服务的 因为 说实话 我觉得这个Cubernetes Cubernetes 学习起来还挺难的 就是有一点 就是学习曲线还挺陡啊 所以 包括 比如说我要去写一个Docker File 对吧 那其实也是有一些挑战的 你可能至少得研究几天 可能能把这个事情搞明白 而且呢 Cubernetes 比如说 它用Helm去做这个 自动化的部署的时候 对吧 其实里面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要素 可能它 比如说Cubernetes 它一共设计了 什么Service啊 Pod啊等等的一些东西 你在这个写脚本的时候呢 全部都要把它写进去 对吧 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IT架构呢 希望的方式是 尽量去做到自动化的部署 不要再去用以往手握的方式去做运维 如果你用手握的方式去做运维的话 你很难说做到我这个系统能够快速的去扩张 对吧 我能够一下子弹出来很多的节点 你很难做到我的系统能够稳定运行 第二个建议呢 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 建议大家采用敏捷的方式 我跟丑爷都是Solox说的 Solox本身呢 可能在敏捷方面 在这个行业里面 我们认为做还可以 而且呢 为什么要建议大家采用敏捷的方式呢 并不是说让大家去遵循什么各种会 各种各样的一些模式 而是我们认为敏捷的方式呢 比如说从协作上来讲 它会产生一种更好的协作的一个环境 比如说从这个团队氛围上来讲 因为我刚才提到 我看到很多团队还是以原始的工作 以原始的方式在工作 其实团队的团队氛围呢 是非常非常不理想的 其实团队方面是不理想的 一方面呢 可能跟这个团队这个整个公司的情况有关系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跟团队成员所面临的工作压力 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采用敏捷的方式 比如说我可能两周一个迭代的 我很快的能够把我做 这段时间做出来的东西给它交付掉 这个时候呢 我就这块的压力就没有了 相对而言 比如说我做的一个三个月的项目 我要到最后一天才能够去上线 那这个时候呢 你会从一开始 逐渐那个包袱一直揹揹揹揹 揹揹揹揹 揹到最后 这三个月结束的时候 你的心理压力会非常非常的大 每个人都是这样 所以呢 如果有可能的话呢 建议大家采用的敏捷 还有一块呢 就是在这里面没有去写 就是今天呢 我们听到了很多名词是说 比如说建立学习性的组织 建立复能性的组织 那我觉得 如果你是一个团队的力量的话 可能要去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什么是一个负能性的组织 你的整个团队的设计 可能是逼着这个人去成长的 我认为这是负能性的组织 你可能要去给它提供一些帮助 不要让组织的运行机制 比如说财务报销啊等等 这样一些事情 成为你这个组织运转效果中的一些平静点 让大家觉得 我报销 踢了个报销单 然后半年没给我报销得了 很不开心 然后就没办法去 建立一个什么学习性的组织 前几天有一个西安的一个公司 然后这个公司是做区块链的 然后做了一个就是 看起来非常有投资价值项目 但是在找融资的过程中 可能资金链已经就断裂了 两个月发不了工资 然后有一堆人找上门来讨薪 那这样的情况底下 你说你想建立一个什么时候 各种方向的组织 其实还是挺难的 好 好